好那接下来位同学我们来看 我们示范一下我们整张 整个客厅的一个画法 我们的一些沙发配置的一个画法 好这边的话我们大概一样是空开两公分 我们留着等一下一个标注的范围 然后这个地方我大概需要用到450 好是力量这么大 其实我希望尽可能的把这个空间 把它画得舒服一些啦 好那这个地方我大概抓 先把这个线把拉出来 好这边我们大概可以画两种配置 好这边我们大概这个范围 上下这两个地方我们可以画两种配置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需要用到大概是 哦 哦好我们抓个400好了 好我们抓这个位置 好那我希望等一下是我的沙发 是朝着这上面的 等于是电视是往这里看的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开始来去画我们的第一个客厅的一个配置 好这个是我们的沙发 呃我们的一个墙壁的底墙线 好那我叫各种学我自己在配置的上面的一个做法 我会直接这边拉100出来 就是100 但是我这个地方我要让它 离一点等于是我要离墙壁大概10公分的位置我再画沙发 现实中我们可能不会靠了不会 离到那么远我知道 可是就是图片上你要把这个东西把它分清楚 不要靠在一起 因为1号线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太独特 它太容易把它给 吃掉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它给交代清楚会比较好 同样的道理这个地方 我们是100的范围跟90 所以这个地方我需要这样子一条线出来 这是我的单人座沙发的位置 好那这个地方你这个地方是拉出去之后 这个地方是我的双人座 跟着三人座的位置 这边是我的单人座 所以我这边还需要一个90公分 所以这个位置 是我的单人座沙发 那三人座沙发是多少 我们刚才讲的240公分嘛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抓到240公分 所以这个是我的三人座沙发 好那再来的话 这上面这个部分的话我要抓多少 我们这边要画一个 所以我们会是123的配置 好那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线引上去 好那抓160 好那这个是我的两人座沙发 好那这个是我的两人座沙发 那客厅要400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如果说我希望规划 就是说你客厅是一个可能整个家里里面 它的一个配置 空间配置相对重要的地方 可以跟它比的可能就是我们的主卧室 好所以我这边的舒适度 你还是要把它掌握出来 你千万不要留个嘎嘎小小的一个地方 去做客厅 ok好那这个地方的话 顺手我们就把这个做上一个小边桌 小边桌的部分我们留60 它做法的话 我大概因为这是90嘛 所以我会离它上下各有点剧烈的地方 我就抓一个点 抓一个点 好很像过来 两60 好 好事与你两边是不是都要画小边桌都可以 等一下我会介绍各位同学另外一种 我们的另外一种沙发的画法 好那你可以自己练习一下 我可以在这边补上一个小边桌 那这边的话我以这边为主 好来接下来我们来开始来看一下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我还需要打什么稿 这个地方我可能需要放一张茶几 好这个茶几的话 我们可能就随意化 重点是什么 其实有些时候我茶几并不一定要去留 反正在意的是它到底离我的沙发 有多少的距离 我会希望它能够留一个50的走道宽 通常到底这边靠过来 这个地方就50 然后我这边的话是上边的是50 所以实际上这张茶几 它的下沿跟它的左右侧 就出来了 如果你超出这个范围 我觉得你会显得你这走道有点狭小 好那如果说太小的话也显得又不够分量 那这边的话你大概看一下 如果我抓一个80公分 这个都无所谓 这没有一定没有跟你讲说 桌子一定要是60 80 90 OK这就是我预计要放茶几的位置 好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是 我们到时候画个地毯 那这边前面就是电视机了 好那这边我们主要是以客厅的 这个沙发配置为主 好接着我们来一口气 把所有的这个线条都给画出来 好还记得沙发怎么画吗 这个是沙发的椅背实现一点阴影 好拖开0.1公分实现 转另外一边一点阴影 这个地方实现刷进程 OK好那前面这个地方 如果你的你的花的经验够多 0.1公分凸出来凹进去0.1公分 你可能会画出像这样的一个线条出来 接着这边就可以直着下来 这边是实现 转清 0.1公分实现 转清 好桌子 实现 你 好这样子轻轻的画出来 好它跟一号线的感觉 它并不是粗 它是有边边有点虚虚的这样感觉 好那这个地方我的实现 转移 好那这个地方 过来0.1公分凸起来 倒下来收回来 你做出这种沙发的转折边 那这边就直接下来 好刷三一点阴影 空开0.1公分实现 阴影 好那再来是沙发的背后了 如果你没有把握 你可以直接画最后画这里 实现 阴影 然后空开0.1公分实现 阴影 好这个地方实现 刷上渐程 好那这边小边座就别忘了实现 阴影 因为小边座非常快 OK 你把所有的直线一口气完成 接下来就横线 这边边座就别忘了实现 然后我们下来就把一个说法 直線 隱隱 ok 接著這邊 直線 隱隱 直線 轉清 這個地方 扣一小段 突出去 拉回來一小段 三條線 一 刷漸層 二 隱隱 三 一口氣你就把輪廓出來了 最後這個小邊桌 一點點陰影打上去 ok 好 那把它的三等份 一二 大致上就可以了 從深中間剖開 好 這個地方你要大理石紋或是木紋都可以 好 我們大氣一點 我們用大理石 ok 好 再來的話 這基本上我們的沙發的部分就完成了 然後8號圓 4號圓 十字線 注意你這光芒的十字線都是從中心出去 邊緣是細的 這才是代表我們的光源的位置 這個畫法 接著我們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地毯 好 地毯的部分的話 我會希望它能夠大概是在這個範圍 等於是你大概抓兩張沙發的這個中間的位置 然後到這個沙發中間的位置 好 所以大概會是像這樣子 好 粗一點的石線 旁邊一點 好 這個地方我們再下來 好 那這個地方裡面一條輕一點的 好 那個地方也是輕一點的 好 讓它有一點拖開一點距離 好 再來這個地方 中一點的 輕一點的 好 這個地方該有連下來就連下來 好 這個地方可以中 好 上圓的部分 中一點的連過來 輕一點的連過來 好 下圓的部分 輕一點的連過來 中一點的連過來 好 這個是我們大概地毯的範圍 好 接下來我開始把整個的空間裡面的一些細節加上 地毯的邊緣打小魚 好 這個都可以 好 沙發的轉角 好 那沙發的地毯的邊緣 好 打上一些布桿的一些周折 好 那點點點點點點 好 那個地方也是沙發也是點點點 好 那你這邊一點技巧 其實你的沙發在點的時候可以稍微大力點 這個可以點輕一些 好 讓它有上下層次的落差之分 好 最後我們的漢堡 好 這種東西時間來不及就不要畫了 重點你只要把沙發配置出來 其實我覺得就可以了 好 那最後跟他講說這個是我們的客廳打引線 好 這是我們正常客廳的繪製方式 考試的時候其實他有時候可能會跟你講說 我希望我的客廳的沙發配置是什麼樣子 那你就要去看他考試內容 跟他來去做配置 如果他沒有客廳的說明的時候 他會寫什麼標準的配置的話 那你就直接畫321 這種321的話基本上 空間配置上一定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教另外一種 比較扁形的一個客廳 其實他也 他的佔的面積大小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只是他這樣畫起來比較現代一些 那我們來跟同學說明一下 好 這個地方我們一樣空開兩公分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我們大概抓 300 好 這個地方是下圓這300的部分 好 那寬度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就先步先步去這個部分 這邊我們直接來開始來 從這個地方當作騎士點 我們來開始來畫 這個L型的沙發的客廳範圍 好 那就下 OK 這邊我教各位同學另外一種的一個 沙發的一個畫法 就是我想要把一張斜的沙發擺在這裡 那怎麼辦 我怎麼畫斜的沙發 這邊我們可以用小洽 一樣把我們的擺成平的 好 那注意一下這一段 5到5.5的這一段 實際上它的範圍 如果你拿尺去量它的話你會知道 這邊的距離大概就是90公分 大概就是90公分 OK 好 甚至是你其實你超過一點 你拿兩公分去畫 比如你用這個白格去畫 其實它這2到2公分多一些 你用沙發單人座沙發可不可以大一點 也是OK的 好 那這邊的話我會這麼做 把這個尺這樣靠過來 好 大概想一下它的一個位置的距離 OK 你要大一點 因為我想要畫一個這樣子 這樣子斜邊的一個沙發 好 所以你要給它一點距離 那同樣的旁邊 你不要讓它去靠到牆壁 好 用你的0.5 拉出一條實線 刷上1.1 大概是這樣感覺 一樣空開一個0.5的位置 0.1的位置 拉下來 刷陰影 好 這個地方 至於目測大概也是2公分左右的距離 拉下來實線 轉陰影 空開0.1實線 不要到底 陰影 這樣子你拉出沙發的旁邊的扶手的四條線 然後接著把尺水平移動過來 這樣子 你有沒有發覺我們這個地方就是另外一邊的斜度 過來 陰影 推一點過來 內側陰影 推一點 刷漸層 這個地方 推出來拉一點角度差 扣下來 拖過來 好 差一點小小的一些缺角的部分 就是自己的手 用手把他補一下就可以了 好 小魚 小漢堡 點點 我們的斜的沙發就好了 好 接著你會發覺我這個地方就可以開始來沙發嗎 這個點拉出來這個位置 所以會建議你先畫這個單人座沙發 甚至是你把以上面一點我覺得都無所謂 好 你先把這個單人座沙發畫出來 接著你就可以抓出一個340的位置 好 這個340會到這裡 好 我們開始來去畫我們這個 那你可以如果340的話 你可以順手在240的這個地方打一個點 因為這個地方是100 等於是我的那個L型沙發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空開10公分 到100這個地方 這是我的沙發的位置 好 那我又再延伸出去100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200的地方打一個 所以我們實際上這張沙發的範圍是像這樣子 所以L型沙發的範圍 好 那接著你可以開始畫囉 直線 陰影 直線 陰影 好 到這邊 多出來一些些 好 自己目測就可以了 看怎麼樣舒服我覺得都無所謂 直線 陰影 直線 陰影 好 哪怕它畫到底 有些交錯的這個都不要太在意 好 OK 那旁邊這個沙發的這個轉角有沒有 好 自己手扣起來 還不要到底轉出來 好 這樣子 好 那旁邊這個地方 OK 好 那水平線的部分轉出來 讓它邊緣是弧的 看起來會像這個圓形 這個地方橫向的地方扣起來 好 這個地方 過來之後轉下來 內側轉出來 好 讓它有點弱 它看起來比較細膩一點 然後插開一些些 直線 漸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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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線 你 實線 你 好 那 小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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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三分之一 好 三分之一 好 這個地方 注意一下考試的時候 不要刻意的敲太大聲 有時候考官會把你當作是扣分的依據 之前曾經有人這樣子過 小漢堡 小漢堡 OK 好 像那種比較現在的一個環境裡面 我們就可以用到剛剛的那個經驗 我們就可以做小圓桌了 好 那這邊的話我用 一大一小 16號圓 順手過來 14號圓 我把這個東西 輕輕的秒它就好 外面這個地方22號圓 好 稍微有點交錯 讓它稍微有點交錯 讓它稍微有點交錯 實線 過來 轉移圈 20號圓 好 是不是一定要用這個圓 其實你自己去斟酌啦 因為我希望它這邊有一個 合理的一個走道 一個合理的一個走道 好 那當然你就可以 這時候我們可以用一個 小八號圓這樣子 讓它有些 自在的感覺 好 那最後我們就利用一點 小技巧我們去把我們的 地毯完成 這個地方剛好它的轉角會被擋住 那就不用理會它 一出一溪要記得喔 不要扎實一點的外輪擴限 然後 外輪擴限 內輪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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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 一清一重 好 清點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另外一種客廳的畫法 OK 好 所以我們來回頭看一下 這兩個東西的客廳的尺寸 實際上這邊的總寬度 我這邊大概抓到是450 好 看起來會比較舒適一點 但實際上我大概只用到 是不是400 430左右的一個空間 我覺得我們大概會有個概念 就是我空間大概要 客廳大概要 要預留多少的一個尺度下來 這樣是450 那這個地方 如果從我的沙發背牆起來 起算 往上這個地方 我到我的地毯的這個邊緣 這個地方大概是300 好 所以說如果說我一個客廳 到底要多少空間 其實你就自己很簡單 我這邊這個地方 等於過去大概就是一個走道 實際上我大概再加一個 差不多60公分左右 就是我的電視牆的位置了 所以實際上我這邊再出去 大概 大概再加個60 我覺得就已經很足夠了 也就是說我的客廳來講 450到差不多 300 380 390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棒的 一個客廳的一個配置 好 那我們在做圖的時候 所以我就心要有一個底 不然的話 你到考試現場的時候 你可能會突然不知道該怎麼下手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個 好 我們大概到這裡來 好 這個的尺度的話 各位同學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個大概到470 好 這個地方 好 這邊 470 480我覺得都OK 我這邊圖上畫470 好 那這邊的話 好 這邊的尺度 你會發覺好像有淺了一些 這個地方我只有畫到270 好 這個下面這個地方我畫到是400 7跟270 好 那至於什麼時候要畫上面這種321 什麼時候要畫這個L型的沙發 其實不一定 甚至说你要这边要搭个两人桌的沙发 可不可以这边再加个小的沙发 可不可以放在这边都可以 这个没有一定 应该是说当你当下的一个配置 这边只要让各位同学说 先做一个这样的练习 你事先多做练习 你考试的时候 你就可以多有几种想法来去运用 那但是实际上我们一个客厅 大概左右的宽度 大概是4米多这件事情 应该是跑不掉 那上下的深度这个地方 3米多应该是跑不掉 4成3嘛 大概就很简单 就是你大概4成3 就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客厅配置 OK OK